能做到这三步 它下面给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可太高了 说你要能达到通过这三步 达到这个境界 能尽其性 尽人之性 尽物之性 你能通过这三步 最后你能达到什么状态呢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欲 这个赞呢 有人说是辅助 帮助 有人说是参与 你要前面那三步能做到 那么你就可以参与天地造化万物 这个行为了 这多高的境界 你可以参与天地化欲万物 这个境界了 可以赞天地之化欲 它可以与天地三亿 说你要能达到这个境界的话 那么你就 这个可以与天地三是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就是 天地人为三才嘛 你就跟天地并列成为三才之一了 你和天地并列了 你就从一个个体的人 变成一个大写的人了 相当超脱了 你跟天地等同了 你能跟天地平起平坐了 可以与天地三亿 这是一种解释 那么还有一种解释 这个三它不是解释成三 它解释成参 这个参是指加入其中 参加吗 加入其中 可以与天地参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以加入到天地的行列之中去了 天地是化育万物的 你能加入这个化育万物的行列 言外之意 你可以改造世界了 天地是化育万物的吗 你现在能跟能参与天地的活动了 就说 你可以跟天地去一起玩了 你们仨在一个层面上 你们仨一起玩 你们仨干同样的事 说白了 就是改造社会 改造人类了 你能达到这个境界 你就可以去改造人类了 改造这个世界了 可以改变人 可以改变人 改变世界了 你就有这个能力了 你有改变人 改变世界的能力了 这两句是一个 怎么说呢 简单的说 是修行的功能 效果 你能达到的效果 境界 层次 但这两句也是广告词 也是广告词 也告诉你 这效果是多么伟大 你看 这境界 说的是很大 但是前提条件 你别忘了 这是天下至成 得把成达到极致 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谁能把成达到极致 古人认为 圣人 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 自成名为之性 他说是圣人的境界 自名成为之教 他说是贤人的境界 古人为啥有这个区分呢 他认为下面这两个自然段 分别谈的是圣人的境界 和贤人的境界 现在我们说这个自然段 就是圣人的境界 圣人的境界 自成名为之性的境界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他有个至字 发挥到极致 把这个成发挥到极致 你才能够赞天地之化欲 你才可以与天地三义 发挥到极致不就不中了吗 发挥到极致是一种境界 但是他说这种境界只有圣人能达到 一般人达不到 所以说这个说的虽然很高 但是告诉你们 这个不是你努力的方向 这是圣人的 圣人才能达到 但是呢 大学里说的好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这就是至善 是愿景 人的修养 要有一个 止于至善的愿景 虽然我们毕生达不到至成 达不到至善 凡是带至字的 都是一个极致 达到最高境界 我们可能一生达不到这个最高境界 那么我们应该知道 这个最高境界是什么 这个最高境界对于我们来说是愿景 是一个远大理想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虽然达不到 但是在向着这个愿景前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人生就已经走向成功了 什么叫大学 成为大人物之学吗 这是我理解 这个所谓的古人说 它是圣人的境界 我理解 这是最高境界 这个最高境界是难达到的 但是它就是愿景 你要有这个愿景 然后你才能为之改变 你要修行没有这么一个宏大的愿景 你的动力就不足了 说我是行善 但我没追求止于至善 我现在对我的这个要求 就是碰见要饭的能给一块钱 这我就认为我已经进行善了 那你就没有止于至善 没有一个远大的愿景追求 那你这个修行它进步速度就慢 它最后达到的境界也低 要有一个伟大的愿景 你这才能走得更远 走得更高 所以我理解这一个层面 它谈的是 古人认为是圣人的境界 实际就是一种愿景 不是真正要做到的 但是得往这方向去努力的 我们不能够做到至 不能够做到近 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说近期性 这是圣人的境界 能把自己完全看明白 那是圣人的境界 我们没有做到把自己完全看明白 但是你往这方向努力的过程当中 你就已经人脉理顺了 事业有成了 这是努力的方向 但是他讲这是成的最高境界 成的最高境界叫制成